半斤 听话 待会有朋友要来 原来婚前仙女 他们也在西村板纳 他们不发微信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了 对 也在景峰 我们把阳台这样弄着 他们来了就可以有座位坐了 四个人 一个坐床 一个坐沙发 他们可以坐阳台了 还是很方便 只是我们的衣服这样挂着 太丑了 还有我们还没有吃的 要不我们下去买点水果 走吧 下去等他们 半斤 在房间里没事吧 就那么一会儿 半斤 你乖一点嘛 就那么几分钟 我们就回来了 你在屋里 我下去 半斤 看到帅哥都兴奋 你不冷 他想把你大腿贴了 你看他又巴拉我 他贴了 他就喜欢抱大腿 没事看到我就巴拉我 我刚才还说 公 真的挺变态的 恶趣味 这个狗就有点恶趣味 坐吧 坐吧 还挺好的找到这个环境 这里有阳台很方便 再叫 你给关到车楼 这阳台没有灯吗 还有有灯的 还有三天就有房车了 恭喜恭喜 等了挺久了 本来我应该是跟你们差不多那个时间提房车的 你们是几月 我们是十月份 我当时八月份看好亮 结果也退了 当然的话已经不安心提了 不过现在还可以吧 也不看得太晚 来 播手 跟杨悦一样的那个姓鱼 太想说话 没见过人 没见过狗一样 很喜欢撒娇 对啊 他每次都这样你看 不过他跟杨悦一样很合得来 他急的想说话了 他好急啊 好着急 他上次差点咬我的 有一次我逗他 逗他有点生气了 班杰 坐 坐下 我搞定他 他要爬你身上 他把你按到床上 我们是兄弟了 我会是兄弟了 我说是男的 你也是男的 不过他还挺轻的 他很轻人的 也就四十斤 你说轻重的轻 我以为你说轻轻热的轻 他见他每个人 他都要这样子去轻的 他不是还挺年轻的吗 多少岁 两岁半 跟杨悦一样 杨悦没这么轻人 别叫 帮你搬到阳台 帮你弄到阳台去 把那个端过来 端进来 这个茶几端进来 这样就可以坐在这里聊天 我刚刚还说去买水果 没想到你买了那么多 够了 就一个芒果 就一个芒果 一个芒果这么大 跟我到头上都这么大 哇 这么大的芒果 太棒了 太棒了 尝一尝你买的芒果了 可以啊 肯定 肯定 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昨天晚上饿得睡不着 这边东西太贵了 不会吃水果 拿个半斤就在外面 不管了 不过我那个房车还是多少有 留一点担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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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放那里 这边近一点 就我那个房车 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提的 也是V90底盘的 放动机费的 来 谢谢你的水果 我好像今天才看到一个视频 说他发动机费了 是因为他可能是有地方温度 对对对 低温 他说是低温 但我觉得应该跟低温关系不大 好甜 他这个应该有两斤多 两斤多三斤 我们四斤 四十二块钱 买一堆芒果汁多少钱 十五块 也是十五块 再半个芒果 他买的是哪个厂牌的 不影响 不是房车厂的问题 这是底盘的问题 发动机 不是说上庄是问题 我最担心的就是 那个底盘的问题 因为我去的地方很野 有点野过头了 我要准备去哪个地方 新疆还没有深入酒 哪里 新疆 嗯 新疆啊 你之前老车卖了吗 长啊 没有 打算卖了 打算卖了 估计两万多吧 我本来房车都已经订了 去一趟山东 在日照转了一下 整个钱用保险杆给换掉 那他肯定算事故车嘛 对啊 事故车他都要打折 本来有三万六的 后来这一转的话只能两万多了 不计 嗯 留着也没用 留着要买保险 对 留着四月份一来 保险的费用就要交了 对啊 他就卖掉 没九零 这样 放进 因为才刚开始吗 微九零 他就前两个月 前三个月 来 你还不吃 完了 完了 半斤出去 出去 你不摸他 你不摸他 回去 他尾巴摇 你是我的狗 都算你很乖了 上次上次老是哭我 他太热情了 还好吧 你拿一下还好吧 你拿一下 自拍的话 自拍有一点重 自拍有一点重 久了就重 我跟丽琪 就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去搞那些山后 就这样举着 两分钟受不了了 这个手马上酸掉了 对 他一分钟都不用 他就酸掉了 这个手 因为架起来可能有 1.5公斤左右 他是这种 但是这种不好 我这个也还有 我也有个G7二 但是放着的 不过想把二手拿不成 三不好 好菜 真的好菜 还不如二 不过他好像 我听说是每年方面比较差的 对 每年差了 但是他可以插麦 还有点 他对焦速度慢的好多 他插麦没鬼用 他热血都没有 对 搞个G7 他根本不懂 他根本不懂 什么消费者需求 对焦真的慢了好多 比我们上一代差 对 不好用 我就觉得后悔了 买他4000多块钱 还不如这个 还不如这个好 关了 找蔬菜 这个它的极限力量很强的 大概有影响它的食物 影响它的食物 就是那个 这个能够工作环境 对 它那个食物都可以 对 我在这里玩雪的时候 我就挖了 架着那个小圈圈坐在那里 人家拉走到处甩 什么问题 你要乖一点 摔过一次 这个镜头是不然的坏 它那个卡口 一摔 整个镜头就掉下来了 过去呢 过去呢 自己玩 自己玩啊 那边那边 半天 半天 你不要摸它 不要摸它 半天 你越摸它 它知道你喜欢它 你要凶它 我高了 出去 让你不听话 我们现在把半天带回房车 然后再吃点宵夜 怕半天在酒店了 它一只狗狗要乱叫 房车来客人了 太棒了 参观一下你们的房子 喜欢不 移动的 我觉得给你个建议 你的房车可以加点鲜花 很好看 花什么 这个都没掉了 快要死了 黄了 没见阳光 我感觉 再完美一点的车子 可能就是 以后玩到 我不知道 那个骷髅子 F-go才46万 我知道这种便宜 我房车 我不会要 我肯定要一辆 骷髅子 对 那个能睡觉吗 那个只能弄拖挂 那个来玩很舒服 对 对 对 其实你去的地方 比较野的话 那个就适合 我以前一直喜欢了 十几年的越野车 就是木马人 自从被那个模仿的太像了 我都不想要了 那壁格掉下来了 对 然后我就想着弄个什么皮卡 对呀 弄个皮卡 越野的皮卡 还可以拉东西 还可以 满轻 就给我感觉还挺宽敞的 我之前 就是在我那辆车子的话 可能就是剩下这一条走廊了 连这条都没有 走廊就少了 后面就是床的 对 你这里的话 感觉多了这个空间 确实不一样 对 额头 他们都叫我买C型车 他说我买B型 是早会后悔 但是那东西也是相对来讲的 对 没有绝对完美的 我觉得适合自己最重要 对 就是 走 我们吃宵夜 走了 走了 好 你跟他去走了 我们去接半斤 拜拜 走吧 我们接半斤去酒店 吃半斤在叫吗 是半斤在叫吗 不是 半斤的声音就像小狗的声音 他还没变过声呢 对 他都两岁半了 他声音还像小狗一样 你咬起人家 喂 喂 喂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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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